嘿嘿,真奇怪,这一帮家伙 不知道在哪里 我把这个水一打开,它立马就跑回来了 你们老说这个水臭 这种长了绿藻的水 没有异味 养鱼的应该知道 像没有长藻 然后发黑的那种水就很臭 这个水是皮臭 我这个水特别肥 没办法 又死了三个 其他的觉得应该死不掉了 我把这个水一打开 它可能看到可能有人在这活动 它密码就停不来了 小胖子 其他的就是很凶 小胖子就是 一直起死 这植物的欲望不大吗 怕人都走下来 看一下这个水里面的枣 特别丰富 真不错 这个水 没骗你们 要不要互动一下 嘿,你是年环节吗 年环节你还没走 这个飞机能力是真强 好,靠着来了 年环节 好,靠着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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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os靠着来了 都靠着来了 来 他得胆子就是有点小 但是为了食物 它就活出去了 再来一点 都不停的 都不带停的 这个增墙 你还能接啊 已经接了多少个了 太能 小棒子强走了 要停了 小棒子又上车了 一打杂也不会 还怕人 小棒子不知道还能待多久 感觉待不了多久了 一般它慢慢地回来的 次数开始减少了 就说明要走了 大概是它有一点 密实能力了 它一直在附近 附近转眼就是它一直就饥饿 因为它一直没有食物 如果它回来少了 就准明它有捕食能力 它慢慢地就会走掉 就是这个样子 这个吞死了 这样接了很多 小鸡汤热 有点卡 行吗行吗行吗 测试我的定位 又遇到燕鹅了 三个无恙 燕鹅也在那边 这个东西 它在有房子多的地方 就不太准确 开阔的地方挺好 测试完毕 还不错 我让老婆躲在 那个玉米地里面 然后去找 能找得到 但是在环境比较复杂的地方 就拦得着 它这个好处 它是有好多模式 可以设置 HD就是更新频率比较高 一秒钟几次 然后到下面 它可以设置找鸟 比如说晚上鸟丢了 你可以把它设置成 全眠模式 可以省电 两三天内 你找到它都是没问题的 时间再长了就没电了 我要再来 感谢观看 还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